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提问的时间 我就把权利直接让给我们的粉丝 好不好 各位想对花花问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时间有限 各位赶紧想一想 给各位的权利好不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 还是花花自己来点 我先点一个 对就是这位半长头发的这位 对对对黑T恤的这位 你想说什么大声说出来 后面那句是什么 她跟她的问题 跟前半句毫无关联 花花读书的时候很优秀 那么请你用语奇不如造句 我的语文真的很不优秀 对我读书就专注音乐 语奇不如是吗 语奇不如 那我 今天 既然来到了顾家来唱歌 语奇不如 也带一个沙发回家吧 好厉害好厉害 我们这几位老板们听了都非常高兴 对 刘总怎么样 送一个回去了 有多了一个可以全搜的地方在家里 谢谢谢谢 语奇不如 我刚刚还想到了一句 可能还代表了我们粉丝的心声 与其赢得了全世界 不如独享花花的心 这个句子也应该很厉害 好 那朝着这样的一个问问题的方式 对 各位可以发散思维好不好 那就 白衣服色的这个姑娘 对 什么 对 看你的嗓音怎么样 花花花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睡前 那个睡觉之前能玩多久的那个手机 手机啊 我最近很少玩手机 我以前 我以前玩手机 睡觉之前我会打一下游戏这样 然后 也不会玩太久 我一般躺在床上就想睡觉了 对 然后最近 不太玩手机了 对 不太玩手机 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态度 那个怎么样 好 就是我们先把前排的先叫几个 好不好 来来来 来 就是你了 小姑娘 嗯 哈喽 花花你好 嗯 你出国的时候 发过一个 你喂了一只四角两栖动物的视频 请问那个动物是什么呢 啊 那是一只蜥蜴 是一只海蜥蜴 那只蜥蜴每天都会爬上岸 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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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别墅的那个 那个 岸边 然后就 趴着晒太阳 然后一到晚上 她就回到海里了 早上又起来 就是每天都会来 很神奇 对 哎 花花平常 有在家里养动物吗 啊 我没有时间养动物 可能照顾不到 对不对 因为经常要工作 对对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最想养的是什么动物 我想养 啊 我想养太多东西了 是我们平常常见的 阿猫阿狗这些 还是说 真的会养蜥蜴 那个海蜥蜴 我就很想养的 真的 因为它其实没有 攻击性 它没有攻击性的 就是它是 它是跟 就是在国外 就是他们 外国人 他们对这个蜥蜴 是非常友好的 他们会 对 然后我 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 每天还有海豚出来 还有海狮都会出来 对 然后我就 总是喂他们吃的 对 很多粉丝这时候 养什么蜥啊 养我啊 对 来来来 谁来问 谁来问 我们后排来一个 好不好 我们给一个 男士一个机会 好不好 来来来 好 这位小伙子 那个 你喜欢把胡子刮了 还是留着胡子 他喜欢 他问你 是不是喜欢把胡子刮了 我如果生活当中 我是懒得刮胡子的 对 如果我可以 如果我一直不工作 我可以一直不刮胡子 这样 所以之前胡子 最长留过有多长 还蛮 还蛮长的吧 有 可以 可以把它卷 用手指卷起来 就江子牙那种嘛 那边变成了 刚才好男人的那种描述了 所以 你就想知道这些 对不对 那从今以后 你应该不工作的时候 也不刮胡子了 对不对 哈哈 OK 来 好 我们最旁边的那位 戴眼镜的小姑娘 好不好 来 花花你好 我想问的是 你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 是什么 我没有发过朋友圈 就是 我从来没有发过任何一条朋友圈 对 是有特别的原因吗 没有 因为我 我也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东西 就其实 我 基本上我愿意分享的东西 我都已经在微博上面已经分享了 其实 像朋友圈 就是 我自己从来没有发过一条 对 会不会 我对你的了解 就是那种 是一个需要渴求安静的人 对 就是 所以 因为 因为其实我在出道之前 我是 我是没有微信啊 这些 这些东西 我 我也 我也不会上网 就是 我会上网 但是我不上网 就是 我的手机就是 没有这么多功能 对 然后 就是 就活得比较纯粹 对 我是因为出道之后 因为必须 因为工作关系 必须要建一个那个微信群来去说工作 然后我才去申请了一个微信 对 OK 所以万一哪一天不小心加到了花活的微信 不要认为他删了你 他真的没发过朋友圈 对 我很多朋友都以为我是把他们屏蔽掉 但其实没有 对 有人 有一个朋友就直接在下面说 我是真的没有朋友圈 就发了这一条 让别人引起误会 来 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看谁问 谁问 我看一下啊 短头发的那位女士 好不好 我看你的胸牌上还有一个小的 华晨宇的这个 对对对 来 时间有限啊 各位粉丝抓紧啊 想问一下 你最近最喜欢听的是哪一首歌 最近最喜欢听的歌 最近喜欢听的歌 哇 我 我最近喜欢听一首歌是 一个 我看了一部电影 它叫 降临 降临 然后降临里面的一个插曲 里面只有交赏乐 对 然后 没有 没有人唱的那种 对 然后我还蛮喜欢它的那个旋律感 所以平常听的音乐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 纯音乐也有 对 什么都听 哇 所以才会写那么多好听的歌 好吧 我们时间有限暂时就到这里 当然了各位啊 花花在微博上可以进行的踊跃的留言 好不好 也许呢 也会回答各位了 那接下来我们花花呢 嗯 要展现出更加可爱的一面了 因为今天各位在现场啊 来之前在我们的外场上应该也看到了 我们有一个抱枕大作战正在启动当中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 给我们的花花送上几个抱枕 你要开始打响我们的第一枕好不好 打谁呢 我们的几位boss好不好 有boss贴的boss们啊 我们可以 可以来到舞台 接受我们花花的这一次抱枕大作战的邀请 好不好 来 刘总 还有谁 还有小朋友 来 来 包括我们的 对 我们的天猫的吉祥物 天猫呢 还有我们的顾佳牛牛啊 都已经来到了现场 来 呃 我们天猫 来 把这个抱枕给花花 对 哎 难得的机会要不要合影一下 哈哈 来 对一下啊 OK 好 接下来 花花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啊 身边的任何的一位 甚至是一个玩偶 都有可能是你的抱枕的一个击打的对象 好不好 来 我们请各位啊 站成一排 让所有人都看到啊 我们待会可以玩闹起来 待会可以玩闹起来啊 来 花花前面一点点 前面一点点 来 打谁呢 哇 这个我为各位申请一下 要不这个 刘总可不可以给粉丝 这个抱枕给粉丝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 好不好 好 各位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就一个了 就一个了 就一个了 注意安全 各位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抱枕游戏的话 我们在场外 正在进行当中 各位参与我们的游戏 就有可能提过 获得我们国家家具 为准备的一个神秘的礼物 好不好 为了花花的安全 我们先请花花 躲到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 再次谢谢花花 谢谢 谢谢花花 谢谢 谢谢 好好 谢谢大家 各位 掌声和尖叫声送给花花 谢谢各位带来的精彩演出 谢谢 谢谢你 下次再见 各位粉丝们 千万不要忘了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的抱枕大作战 已经开始了 各位 我们场地呢 就在我们的入场的场外的 那样一个抱枕大作战的 一个专门的区域 参与活动 具有可能赢取 我们提供的神秘的礼品 当然了 在天猫直播 关注我们活动的消费者 刚才有花春雨喊出的 顾家超级品牌日 就是我们今天的天猫口令 再次感谢各位 希望今天跟我玩得开心 谢谢王晨宇 谢谢所有的粉丝们 谢谢各位嘉宾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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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